这比赛的程序呀 一般都这样 让选手先做规定菜 再做自选菜 一般规定菜里 都有一道烤刀工的菜 容易点的呢 就是炒肉丝 难点的呢就是炒鸡丝 最难的就是炒鱼丝 你们呢 都照着炒鱼丝做准备 这鱼丝我还真晾过 一切就折 我觉得特别难 是吧 老爷子 您这是帮我们压烤鸡呢 可您这个能压准吗 不是 这就是经验嘛 是吧 十有八九 压对了呢你们都合适 要是压错了 你们都得认证 是吧 那咱就听老爷子的 咱就照着鱼丝好好地练 这自选菜呀是最关键的 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给你们俩各自选几道 能拿高分的菜 爸 这规定项目要是被淘汰了 自选菜就不用准备了吧 那当然了 你第一道都被淘汰了 那自选菜 那当然就没有机会再做了 怎么着 范儿 现在你不狂了 干颤了 您这个说要做鱼丝吧 我这儿真的还是有点辛苦 你昨天要是干颤了 我立马让你退散 今儿可不行 今天你一句丧气话都不能说 你可不能给我打退堂鼓 为什么呀 因为我把这个事真当事 好家伙 昨儿的一宿啊 我就没睡好 竟琢磨 这个自选菜做什么好啊 你现在出头了 完了 爸 我就这么一说 我既然准备参赛了 我就豁出去了 不过 芳 说真话 我对你呀 真没抱多大希望 你考成什么样就什么样了 不过杨师傅 你必须得给我进二轮 而争取考进前六名 我争取 我争取 可您老看我真成嘛 你功底不错 也有悟性 另外呀 这种比赛 用几道菜比出个高低 它多少都有一定的偶然性 谁准备对路子了 谁就占上风 我要好好的帮你啊 你应该有机会 行 老爷子 那我就都靠您了 爸 您刚才也说了 这比赛是有偶然性的 说不定我这一努力 就进第二轮了呢 你 好 那就试试吧 我根本就让你留下来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把菜炒糊了 我这都磨成了吧 能入围就知足吧 静二度的事别惦记了 你怎么跟爸说得一样 这么看不起我的 不是看不起你 这不是在这儿都是无垠 就你这两下子 刚吵了几年啊 能拿到名次吧 就冲你这句话 我还非进二轮了我 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我问你 我要进二轮了 咱俩赌什么的 你真是 大半夜的 你跟我赌什么呀 你赌 行行行 赌赌赌 你要进了第二轮 想要什么 我给你买了不行 我才不要呢 从今以后饭馆 你就听我的 你不准什么办 饭肚子 睡了 睡了 我呢 真是我们进第二轮 也不生活可能 除非是 什么呀 爸那徒弟鲁师傅 不在上头做评委吗 除非他打分的时候 给你照顾照顾 我没想过这样的事 没想人家傻 这比赛呀 里边猫你多的 咱也不动你努力 先睡吧 我帮你想想 好 别操心了 赶紧睡 快 这杨师傅做的还可以 是吧 冯儿 你还得练 你这菜做成这样了 肯定拿不了高分啊 对了 爸 我听彬子说您那徒弟鲁师傅 也是这次比赛的评委 好像是吧 我还听别人说的啊 他们说现在好多电视选秀啊 这名次都是内定的 我就在想我们这个节目 你说指不定这 不是 你说清楚 你到底想说什么 爸 你不用说我都知道 我告诉你啊 这段时间呢 我得躲着他 他来电话我都不能接 这是为什么呀 都知道他是我徒弟 我这时候跟他稍有来往 就难免会有闲话 我这叫避险 您这么想的呀 对 冯儿 你就听我的 甭管什么时候什么比赛 真功夫那才是第一位的 你这会儿啊 就一门心思啊 好好练 斜门歪道 你想都别想 我知道了